联總會不採取升息三馬的鷹派做法 美國股市以狂漲正面回應 美股四大指數尾盤極拉 中場全數收紅 其中道瓊暴漲超過900點 納斯達克指數大漲3.19% 達到兩年來最大單日漲幅 不過通膨是否會在升息之後冷卻 CNN報導消費者恐怕也只是看到 存款數字上升而已 對於一般家庭來說 借貸成本也因此攀升 房貸車貸利率調高 讓原本想購買的民眾只能望而卻步 美國政府積極出售 卻難以挽回拜登低落的民調 CNN民調顯示 將近七成民眾並不認同拜登處理美國經濟的做法 不僅如此 美國民眾對於經濟狀況也同樣悲觀 超過七成民眾認為美國的經濟現況急遭 其中選舉只剩不到兩百天 拜登使出渾身解數 希望力穩狂瀾 至於在化解通膨危機上 美國貿易代表署3號宣布 四年前依據301調查結果 對大陸蘇美商品加徵關稅的兩項行動即將結束 也將啟動副審程序 而貿易代表戴琪表示 政府將採取一切政策手段來抑制通膨 暗示了可能會減少對大陸蘇美商品加徵關稅 記者劉嘉宇報導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